好熱 完全沒有冷氣 中午 1點15分 現在在這個大太陽下 在幹嘛勒 就是 我車子不知道為什麼完全沒辦法發動 最近開這台車的機率是變小了沒錯就是 幾乎都是開 另外一台那個 Lessus的那一台 那這一台就很長時間就停在 我的工作室這邊 但是一個禮拜大概會開一到兩次 所以 不知道什麼原因那剛剛 這是這是鑰匙 那我把它插進去了以後 然後這樣 外面溫度現在顯示43度我現在非常的熱 然後剛剛已經 叫了道路救援了 我剛是有跟保養廠聯絡 保養廠是說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要先釐清 問題點 那有可能是晶片鑰匙 壞掉 也有可能造成這種狀況 所以我剛已經 兩副鑰匙都已經 使用了 還是沒辦法啟動 然後 一開始以為是電瓶 但是電瓶剛剛大家應該可以聽到那聲音非常的 猛烈 就是它的 這個啟動的時候還是很有電 所以應該不是電瓶的問題 然後我最後一次開的時間應該是 三天前吧 三天前開去台北 拿個東西 那最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汽油幫浦 但是不知道 這現在可能就是要簽到 原廠去 不是原廠 這個我們保養廠那邊 阿錦那邊 京陽保修廠 在巴德 那現在在等道路救援 那其實後來我會想要用租的來測試車子 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 我們買中古車來測試 我不知道前任車主的狀況是什麼 那因為車子也是有一點年紀 然後再加上 這個里程數也 有一點了 所以 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毛病 但是 現在不知道是什麼毛病 頂有可能汽油幫浦 但是我現在里程已經開了10萬 大家剛剛有看到嗎 10萬壞汽油幫浦 好像也是 很多歐系車會遇到的 這個狀況 但是我就是不想要有這些狀況 我們只是來試這台車到底有沒有什麼 一些問題 你看我現在 全身大汗 那現在在外面也沒辦法 最怕買車 開車最怕遇到的就是這種狀況 那我今天行程全部都毀了 那包含明天 因為我 剛剛可以看到 我的行李都準備好 我要去彰化 回彰化 然後中部的一些 車友還有屋主的一個分享 那現在的狀況看起來是沒辦法 還好 禮拜六就要 就要租到車子了 然後就可以換掉這台車 那這台車本來就準備要把它賣掉了 那現在又遇到這狀況 所以我應該是 趕快 把這事情處理好 東西處理好 因為我新車來了以後 就不會再開這台車了 真的太熱 就不會再開這台車 所以這台到時候可能會把它賣掉 好 那我們 現在還在等 不知道這一次會怎麼樣 那先跟大家預告 我們禮拜六 會去簽車 然後把那個 就是租車的這個過程 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 訂閱式的方式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 新的 就是 擁有車子的使用權的一個方式 大家可以 到時候可以評估一下 也許也蠻適合你 我至少覺得比 擁有一台車更適合我 那我現在 繼續等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下次見 我靠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哈哈